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莫有一次让对方闯过她的五指关 美国女足队是于2019年10月20日 由在前南斯拉夫马奇顿境内出生 规划美国的男教练安多诺夫斯基·维拉克·尼尔夫斯基 出任第九任总教练 她的前任是在英格兰出生 曾经率领美国队连续二届荣获世界杯冠军 拥有106场胜利记录的女教练艾丽丝·杰利尔尔斯 这是美国女足国家队连续第32场捷报 也是国家队在主场出赛 迎来的第五国女足国家队连续第32场捷报 也是国家队在主场出赛 迎来的第52次胜利 美国女足国家队从1986年开始 和巴西队不实交锋 至今已经有38次对抗 美国队在最近无场比赛都是高座凯格 而且双方在美国境内较量 美国队的战绩为20上2合 四强国际女子足球邀请赛 每年二或三月间在美国举行 前三届参加队伍为美国 德国、英格兰和法国 第四届邀请队向调整为美国 巴西、日本和英格兰 第五届参赛队伍来自美国、日本、西班牙和英格兰 日本队的27岁前锋 言渊珍奈·曼娜娜威巴士 和24岁的箭头尼姆杰花 尤克尼科·莫米基 都曾登场献祭 女子足球项目的世界大赛 指的是夏季奥运会和世界杯比赛 从1994年以来 固定于三月间在葡萄牙举行的 阿尔加夫杯德奥格尔卡 一直都是规模最大 指标意义最降的国际女足邀请赛活动 今年第28届阿尔加夫杯活动 受到新冠状肺炎病毒传染疫情影响停满 美国队至今已经十次胜后 四次拿到亚军 两次名列第三 美国和巴西 历年来交战果是由美国队以30 胜3败5合取得优势 两队目前都已经取得参加 日本东京奥运会的资格 美国队能否奸血前耻虫 夺本级奥运会的金牌 是安多诺夫斯基到之后 首个重大考验 巴西队现任教练 则是在瑞典出生 曾经应聘领导过美国女足队的 桑德哈吉PS3 他是美国队在2008年和2012年两度 荣获夏季奥运会金牌推手 巴西队曾经于2004年在希腊雅典 以及2008年在中国北京 和美国队争夺奥运会女子足球项目金牌 两次都在加持赛阶段 分别以0比1和1比2隐恨 美国女足新帅 强盛世卫表率 必须的 彭广阳 2021年2月22日